贴在展示窗前 拿着蓝色抹布不断擦玻璃 左手擦完换右手擦 然后再从上面擦到下面 擦玻璃的可不是原方人员 而是红毛猩猩 每个细节都很注意 连窗钩都不放过 还不时检查哪里擦不干净 拿着抹布认真擦拭 原来这只红毛猩猩叫咪咪 但看看她的后方 不管前面的咪咪怎么勤劳打扫 坐在后面的红毛猩猩阿红 不动就是不动 形成强烈对比 原来他们是伴侣 老婆忙着打扫 劳工闲闲在一旁 网友笑翻直呼太可爱 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夫妻 还有人问 能不能请她明年到家里大扫除 也有人说工读生快出来 冬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冷嘛 那我们都会提供那个保暖的东西给她 那之前有提供那个衣服 然后有提供棉被给她 那咪咪很聪明 她就会自己把衣服穿上来 然后有时候就会自己折棉被折好 然后盖着那个帆布 然后防雨 农历春节 家家户户大扫除 正在整修修园的高雄寿山动物园 里头的红毛猩猩也很顾家 有趣的画面在网路上吸引许多人观看 让爱干净的秘密再次爆红 三连新闻简红期外门轩 台北高雄报道